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 庫曼 對上韓國的對決 那 這個比賽比較特別的是 Herb 不是Herb Herb是台灣的一個玩家 這個是Hela 藍色玩家 是Hela 他是韓國人 朝鮮 那為什麼會特別講到這個 因為他也算是一個 四季帝國比賽 常常出現的一個名人 常常跟Mipe 他們一起 在比賽上常常相遇的一個玩家 他也是CD國4 也拿過紅牛杯前四場的玩家 還打贏了台灣天空熊的一個高手 所以呢 這場比賽值得大家來看一下 大家來看一下 韓國這邊的位子 那Hela這邊的圖瓦 非常的開闊地形 他的地形非常的 嗨 那這邊要圍 感覺是蠻輕鬆的 但是如果他有看到這個邊邊的話 這裡其實是有個縫的 有點危險 這要圍的話可能就是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圍過來 這樣圍 圍圍圍圍圍 有點圍太大了 可能就是這樣圍吧 可能這一面他會先處理 如果他要圍的話 但通常打這張圖 圍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這一張算是 算半龍圖 然後中間有大量的石頭跟黃金喔 因為這算是 韜金草 新版的韜金草 那 對手這邊 庫曼 是一個 也是開闊地形的圖 但是他比 Hela好一點 因為他的石頭跟金在前面 要圍的話也是可以圍的 可是有點尷尬的是 因為套金草這張圖 家裡都只有兩塊小金跟兩塊石頭 所以就造成說 你一定要 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我就開始到前線去挖進 開始對決 那他這兩塊金如果在前面的話 可能就會一直被弄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如果是圍的話 可能會像這樣子圍 圍過來 用TC做防守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相對來說他比 Hela好文一點點 但好像也沒好到哪裡去 兩邊的圖都相對的開闊 算蠻平衡的印三圖 好看一下 那兩邊豬都已經吃完了 村民都一樣14隻 那路的話 這裡有三隻 兩邊都在看對方的圖 但我目前目測啦 其實這場比賽我是沒看過的 因為 我那時候只是掛個RP 然後就去做其他事情了 然後呢 我感覺上 Hela這邊選 韓國 有點是在 想要打快攻的概念 因為大家也知道 韓國塔 是特別強的 那為什麼韓國塔特別強 是因為韓國人他有四野村民加三 代表你去前置插塔的時候 你比別人四野多三可 你可以比別人 有更多的資訊 那你就知道對方的經濟資源 哪邊重要地點 就可以攻擊哪裡 然後敵人插塔你也可以看到 那他再來就是 為什麼插塔會那麼強 就是因為他的採集是武甲20塔 然後他升級之後 劍塔會免費升級 所以他就是完全就是一個 塔弓型的一個文明 那平常玩家 可能不太會用這個 玩法 反正打AI的話 其實大家不太會去做塔弓這件事情 點不到什麼太多技術 算是一個打玩家 尤其是對 1600分到1600分以下的玩家 最怕這個戰術 所以朝鮮人 如果你要練的話 練塔弓的話 朝鮮人是非常適合的一個問題 再來就是 比較特別的是他的馬戰車 馬戰車就是他的馬攻戰車 大家應該也看過啦 他馬戰車遠防很高的 所以打庫曼其實也算是不錯的 因為庫曼他的 寶兵4也是馬攻 所以打起來也是比較好防守一點 這邊開始圍了 我要這裡來 開始圍 他這邊圍這麼大那就OK了 可以 跟我想的一樣 如果他圍就是這樣子圍 這樣圍這樣圍 這樣圍 這樣圍 這邊稍微卡了一下 黑拉卡了一下對手 沒辦法蓋 看起來 庫曼這邊是想要打一個 快速農的打法嗎 我看一下喔 他是 喔對 哇他這裡更兇 18人口就點封箭了 但是黑拉這邊已經派了五個村民 過來前置 我們來看一下黑拉的視角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 派攻敵人 這邊要進去了嗎 這邊直接插了一個塔 OK這個馬順利進去 然後血量還多一點村民來助陣 哇 黑拉看到了拉走 看到村民在蓋 然後這邊塔插了一個 開始 對木牆都很大量傷害 但是這個騎兵可能是要掰了 射得到嗎 應該射不到 因為是直走的 哇他回頭一下 哇這個騎兵沒殺掉 有點可惜 那沒有關係喔 左邊這裡還有個別動隊 左邊也在蓋塔 喔這是一個雙面初級的 一個雙 雙塔流 那麼其實一般的文明 是沒辦法這樣嚇到雙塔 因為 韓國朝鮮的文明 挖石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他有這麼多大量的資源 配讓他一直這樣查塔 好那這邊左邊塔也完成了 右邊這邊村民進去 這邊挖了石頭是五個人 非常多 然後木頭是五個 然後 村民在發呆 這邊完蛋沒有圍 直接被捅掉 這個塔是掉了 沒救 那這邊 左邊的村民插了一個塔之後 就沒有去進攻 這個塔為什麼能再攻擊呢 好像怪怪的 然後這邊又建了一個塔 好那這個塔拆掉之後 看一下對手怎麼應對喔 對手在裡面加了開TC 喔果然庫曼是這個 高速上封建開雙TC的打法 很 很自私的一個庫曼打法 那如果他開始送TC的話 那這邊就要開始挖石頭囉 不然他不挖石頭 保住石頭的話 他很難做會被反擊 好這邊村民在做一個騷擾 把他的 家裡的礦區圍起來 那這邊可能也會圍一圍喔 但是他這邊已經蓋了一個房子 好這邊塔 慢慢塔過來了 這邊村民會硬上喔 會直接插 這個直接硬拆拆也掉了 但是韓國塔這邊還沒加一攻 一二四射得到啦 好射得到他對面村民 但是這邊又另一個塔 那這邊前面可能要放棄囉 卡其實快掉了 哇聲音滴會死嗎 光回盾光回盾 OK沒問題 村民還蠻安全的 OK一個反擊 哇這個村民死了 哎呀簡易村村民數 其實沒有比黑拉少耶 黑拉還少兩村 這就是雙TC嗎 可是看起來他雙TC 是沒法正常運行的 因為村民採肉的人其實蠻少的 對沒錯他雙TC只有一個人 在場而已 那這邊肉可能要找一下方法要怎麼採喔 趕快鋪田 跟打獵 但是這邊又插了一個塔 直接插到石頭了 哇他蓋的速度好快啊 哇那這邊打獵的人也打不了 哇想吃肉也吃不到 很難受 這邊女村民跟男村民在情侶吵架 打氣罵俏 但是這邊來第三者 三角關係亂入 這個黑拉 女村民就只能落跑了 第三者的下場 都不是太好的 哇賽他不是第三者 原來他們是在開趴阿 直接來一個大亂鬥 五人村民再來 哇這邊直接 前置了快要十個村民喔 不是快要是根本就是十個村民沒錯 這邊要來查他的田 讓他不能採食物 讓他繼續農 那這邊 黑拉 我覺得這邊算是黑拉的一個 也不算游死耶 講真正 因為他這邊前置的人太多 十個人 他家裡村民其實很少 人在採資源的村民其實是不多的 路沒有打 石頭有點卡住 反而有時候CD5都會這樣子 就會有點小卡小卡 然後這個村民就一直不工作 好 那這邊 前面的塔 被反擊之後 其實 庫曼這邊的石頭已經被斷死了 這邊要趕快挖 把這個防守好 這邊應該是黑拉的一個少石物喔 沒有先把他的石頭先圍起來 如果他這邊把這個石頭圍起來的話 基本上他就快要喊GG了 因為他都已經知道他前面這塊石頭已經把他封住了 然後這塊石頭沒有先把村民圍起來 他都知道圍巾了 但是沒有去圍石頭 算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OK這一個雙桃防守 然後往前插 然後這邊村民繼續直接打架什麼意思 他直接 繼續去搶 哇黑拉這個太過分了 直接村民直接去搶龍田阿 搶到龍田之後把敵人田給滴掉 但是敵人就直接損失了 180木頭 真的是太狠了 直接走進去 哇這邊 戰況非常的混亂 來看一下這邊 哇這邊 雙塔可能又要爆了 但也沒問題 村民其實黑拉是非常多的 他得了塔攻大戰 哇黑拉也有死村 哇這邊存生一滴血 會要不要跑呢 來不及 咦那這裡也是殘血的 哇這個直接拆塔 太無情了 直接走進去 這裡居然還有個洞 這個洞又是有堵起來 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這邊來個說村 然後後面的人去設這個拆塔 村民 這個塔直接拆掉了 裡面的村民 好像都回來守了這邊 這邊直接建跟塔 但是庫曼這邊直接拆塔 然後這邊直接ALL IN 也不算所有村民 大概十幾隻的村民 來做一個防守 應該是拆得掉了 村民的數量夠多 然後黑拉在這邊做一個防守 把這個塔雷星圍起來 避免被拆掉 但這個塔也不薄了 然後這邊又再插了一座塔 那敵人這邊沒有太多的資源 可以蓋下馬舊 或者射箭場之類的東西 就算蓋下去 效益好像也沒有很高 然後趕快繼續蓋 要往塔副防守 那木頭來到這裡開採了 那其實庫曼這邊 還行喔 八個人來挖石頭 石頭量應該是足夠的 那問題是韓國的塔 光真的太兇狠了 村民數已經扯停了 36隻對36隻 這邊拉了 13隻村民直接蓋第二座塔 然後做一個完美防守 來得及嗎 這個村民趕快回去 因為那個都殘血了 不能再出來了 再不再出來了 就要送掉了 趕快休趕快休 可以嗎 哇這裡村民其實也很殘啊 哇 這邊的控兵真的是不錯啊 把所有的殘血村民都拉走了 一村都沒死 哇村民直接反超 一人在防守的過程 這位紫色的選手也是 喪失了蠻多村民 哇賽這個太狠了吧 再來六隻村民 也沒有再跟你 說要休息了 這個就是我直接塔到底 完美打出了韓國塔工的精髓 這邊下了四季 難道黑馬又上城堡了嗎 沒有 沒有上城堡 機器完全不能上 他下了一個四季 不太知道燒幹嘛 可能要方便買賣之類的而已 這邊村民完全往右跑了 他知道這邊可能手不太住 這個寶也可能要掉了 裡面只有這兩座劍堂 其實相對有效 唉唷這一個房子堵得非常好 六隻村民 直接卡住進不去 沒有辦法支援這裡面的村民 來看一下這邊 建塔 哇西這個塔 也塔不到太多東西了 只能塔到這邊田 跟伐木區 算是伐木區不錯吧 但好像 距離有點遠 只能塔到這裡而已 還蠻極限的 好像一塔不太到耶 他可能要挖過來的時候 才會打到 挖這個村民就死了 村民已經來 差到五隻了 哇右邊這邊 也在對決 石頭這邊 守不住的話 就難打了喔 哇這邊村民大亂鬥 直接開趴 哇這邊石被斷了 那這邊 看一下 紫色選手這邊 塔只能在插一根了 但是這邊還沒有被騷擾到 是還行 那他這邊 可能要 哇 黑拉又搶了一片田 哇 黑拉這個塔工真的很搞 然後黑拉這邊前面 開始挖石頭了 家裡石頭先不挖 直接到前線挖了 這個 跟我想像中 淘金槽的 打法是不太一樣的 這就是 高分段的淘金槽 這邊一個果斷 拆掉紫色的 箭塔 因為他知道 這裡沒什麼村民在防守 那這邊細節的部分 應該是有先升到 一攻了嗎 有 有升一攻 但是庫曼這邊是沒有升一攻的 對 塔工的玩法真的是一攻很重要 遠攻的部分 來這邊 村民 有沒有要來來防守 插這個塔呢 哇這邊挖黃金 喔蓋世紀是要用來買其他資源的喔 沒有要跟你直接採木頭跟食物喔 直接挖黃金 買賣 上層 黑拉這邊想法也是相當不錯的 庫曼這邊好像被塔到聖虎法治裡了 到底能不能打贏了庫曼 我覺得庫曼相當劣勢阿 這邊雖然手下這座塔防守好像也意義不大 也沒有石頭可以修了 是有石頭但他不修 他覺得好像沒有標修 但是這邊擾亂了一下敵人的石頭採集區 但是這邊數量是偏少的 可能打不太贏 這邊果斷直接拉了all-in村民來拆掉這兩座塔 但這邊是村民一樣沒辦法處理 這邊下面村民也在跑 這邊本來挖石頭但被發現了 所以村民被爆打一波 下面這邊又起了 哇這個九個人 該一定超快的 但是庫曼這已經沒石頭了 完全斷石了 想蓋世紀買石頭也蓋不了 哇 哇 哇 那這邊村民都直接走到T7下 直接扁村民了 哇 太狠了 然後再搶錢 再低調 哇 GG 這就是常常出現在世界大賽的 黑拉的實力 太猛了 韓國塔真的是很難救 這個 就算高分盾的玩家也不太好打 韓國塔 那我們這場比賽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